这就叫车贴 一万四就这样 乱贴通 到汽车美容养车 花了钱 镀膜加贴车贴 没想到车子拿回来 镀膜却乱七八糟 车贴乱贴还撬起 基隆民众气到发文 要大家避雷 没想到竟有三十多位民众 接连跳出来举控 全是受害者 我们是镀膜 然后还有插骨 除了帮模问题 还有人被骗投资 损失十几万 原来老板先是透过镀膜 送终身洗车话术 吸引车主消费 被骗人向店家讨个说法 却只得到这个回应 店家含冤说造成困扰 不料记者再度致电 老板态度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好声好气说会处理 会处理是怎么样的处理方式 我已经有跟小姐说会处理了 不过究竟要如何处理 依旧没给消费者一个说法 车厂老板从镀膜服务 到售后保证 吸引受害人投资 但是肉眼可见的粗糙做工 已经让消费者失去信心 记者住店的龟生 接下来综合报导